本科毕业7年,回老家面试工资3000的工厂文员, 本以为轻轻松松就能通过,没想到被拒绝了。 原因是我30岁未婚未育, HR说看到我简历95年的,以为我结过婚了, 面试的时候才知道是未婚。 昨天算是白跑了一趟, 第一次因为年龄和未婚未育面试失败, 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 不过也在意料之中, 女生过了28岁,真的就别轻易辞职了。 我这回算是体会到了, 大牛未婚女生找工作有多难, 也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年复一年坚持靠边, 尤其是在小县城。 现在唯一能安慰自己的, 就是我原本也没指望靠上班赚钱。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,大不了就不着了, 是保每个月还是自己交。 今年很多国内的工厂压根就没有订单, 工人也找不到好工作, 就连我们劳务中介也是挨生一片, 倒闭了一大片。 去年9月份的时候, 25块钱一小时都找不到人, 今年呢, 22块钱一小时, 真的很难。 河农老铁呢,就不相信, 总觉得啊, 你是不是在骗我啊, 有信息差, 就使出浑身谢数啊, 去找某吧,找boss, 去找那种高工价的, 只要别人敢许, 他就敢信, 还没进工厂呢, 就被忽悠的无名三道的。 什么罗伯章盖的合同, 什么路费,车费, 被子费,介绕费等等, 总觉得多花点钱啊, 他心里面就有一种安慰, 等到进了厂以后呢, 真的就跟信徒一样, 别人跟他讲你被骗了, 还依旧相信啊, 我应该就是那个信远啊吧, 结果呢, 一个月之后, 找那个介绍人要返费的时候呢, 不好意思, 已经被骂黑了, 想要维权的时候呢, 才发现啊, 罗伯章上面的那个公司啊, 压根就不存在, 所以说老铁啊, 不要相信什么高工价, 市场就是在这儿, 电子厂普通的就五千多, 到六千块钱左右, 地位厂高一点七千多, 没有所谓的高工价, 月入过万的, 那都是骗人的, 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, 来到福州的大洋经典, 我发现这个卖奢侈品的商场, 好像彻底凉凉了, 就连周末进去人都特别少, 里面的奢侈品店, 几乎没有人在逛,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万象城抢了风头, 看整个商场空荡荡的, 一个人都没有, 按理说大洋经典的地理位置那么好, 就在三房七巷附近, 就算本地人不来逛, 应该也有很多游客才对啊, 可能是因为他的商场规模太小了, 高级感不够, 小商场的规模卖的却是众设品牌, 但有人会吐槽说, 买这些品牌的客户是不会来逛商场的, 一般都是加了微信直接跟销售说, 这个解释一点都不合理, 因为很多地方的商场奢侈品品牌的门口, 都是排着长长的队伍的, 在不计也会有几个人在逛, 可是这个大洋经典实在是太冷清了, 一整成我一个购物的都看不到, 偶然看到商场里有一两个路人, 但也只是路过而已, 没有人进去逛, 商场里面的餐饮比较能看得过去的, 就一家海底捞, 好像根本就没有高级餐厅, 一个商场靠进住的餐厅来吸引客人是最基本的, 这最基本的都做不到, 怎么会有流量呢? 现在是上午11点, 我所处的位置是海南三亚明珠广场啊, 这是海南单体建筑最大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, 地下是一层, 地上八层, 现在啊, 到了这个季节是三亚是淡季, 上午11点呢, 应该陆续上人了, 但是呢, 从一楼到八楼, 空荡荡的见不到几个人, 生意之所以这么萧条啊, 一是受网购的冲击, 这是最大的冲击, 实际第二, 普遍的生意不行, 第二, 现在是淡季, 四个份, 三亚的气氛已经比较高了, 油盈呢, 尤其猴鸟们走的很多, 第三呢, 今天是工作日, 不是休假的时候, 也不是双休日, 所以啊, 人家们见得很少, 哎呀, 这样下去怎么办呢? 没有人呐, 天天真的要喝西北风了, 真的要喝西北风了, 没有人, 整个市场空荡荡的, 怎么办呢, 连人都没有啊, 这段时间天天都这样子, 你说怎么弄, 啊, 怎么弄啊, 市场里面除了老板娘, 还是老板娘, 就没有人呐, 怎么办, 我每天这么勤快的去学跳舞, 也就是为了想, 就是, 这个好一点, 怎么办, 一点办法都没有, 一点人都没有, 真的一点人都没有, 怎么弄, 大家给我想想办法, 最后,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, 最近, 许多日本公司, 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感到悲观, 同时也担心中国, 对全球供应链的潜在影响, 因此, 正逐渐将目光, 转向美国市场, 众多日本企业, 包括机器人制造巨头, 安川电机, 知名饮料品牌昭日, 芯片生产商, 瑞萨电子, 以及汽车制造商, 本田等, 在过去几个月中, 纷纷表示, 他们计划, 在美国进行扩展, 或已经宣布了相关的投资计划, 尽管日本企业仍与中国, 通过广泛的贸易和制造业务, 保持着经济联系, 但如同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一样, 日本也在积极推动, 对中国的去风险化措施, 上周,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美国, 此行突出了全球范围内, 减少依赖中国的趋势, 岸田在访问北卡罗来纳州, 丰田汽车正在建设的电动车电池工厂时, 特别强调了每日在供应链合作方面的关系, 日本企业高层和分析师表示, 虽然长期以来, 日本公司一直将中国视作一个充满机遇的市场, 但现在他们对这一市场的看法已经变得更为谨慎, 一项今年1月进行的调查显示, 去年, 有近一半的日本企业没有在中国进行新的投资, 或者减少了投资, 这种变化部分原因是经济安全风险的增加, 去年, 中国当局曾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, 逮捕了日本安斯泰来制药公司的一名男性员工, 此外, 许多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需求和经济状况是悲观看法, 日本智库加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的研究主任, 龚家邦彦表示, 对中国经济和市场的幻想正在破面龚家邦彦还说, 我认为, 日本和美国开始认识到彼此的优势, 他一直建议企业将最先进的技术, 从中国转移回日本国内, 根据去年11月由日本贸易促进机构发布的年度报告, 计划在中国市场进行扩展的日本企业比例首次跌破30%, 仅次于香港和俄罗斯, 与此同时, 寻求在北美市场拓展的日本公司比例已超过50%, 日本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销售持续低迷, 导致美国市场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, 在中国, 日本品牌汽车正逐步被价格更低的国产车型所替代, 李扬证券的分析师李科特指出, 日本汽车厂商在中国的经营面临严峻挑战, 销量大幅减少, 这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市场的战略重要性, 他进一步解释说, 从长远来看, 美国市场一直是日本汽车企业利润最丰厚的市场, 甚至超过了其国内市场, 丰田公司去年底宣布, 将对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电动车电池工厂增加8亿美元投资, 总投资额将达到139亿美元, 预计该工厂将在2025年开始生产, 标志着丰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首个汽车电池生产基地, 本田在本月宣布将投资不少于7亿美元对俄亥俄州的工厂进行改造, 以将其打造成电动车生产中心, 一位日本汽车制造商的高层表示, 他对美国经济的活力感到惊讶, 他补充说, 美国市场的活力加上中国经济的挑战, 使他看好美国市场的发展前景, 今天说到这里, 喜欢我们的话, 请点赞订阅,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。